也许是距离《长空之王》上映的时间越来越近了吧 王一博自从李某某翻车 他自己也被造谣之后 即使是发了报案声明都没能抑制住不和谐的声音 都说不招人极恨的是庸才 只不过有时候过于优秀招来的可能是群疯子了 《长空之王》已经进入宣传期 不仅是关博自己在科普 有很多空军账号也在帮忙宣传 影片中间20的存在也注定了这部剧不会淹没于众人 国庆档原本是百花争宴 王一博上映《长空之王》无名两部剧 极有可能造成粉丝们的票房分散 虽说一部影片的票房不可能单纯靠粉丝们撑起来 可粉丝们的重要性也是不容忽视的 如今无名撤档 粉丝们可以一心一意地冲《长空之王》的票房了 如果王一博主演的所有电影同时上映播出 那么粉丝们的第一选择也一定是《长空之王》 且不论这部剧的题材是空军军事题材 《打磨三年》就凭着这部影片王一博是绝对的男一号 他在粉丝们心中的意义也是不一样的 恰好 王一博所有影片中首部播出的就是《长空之王》 如果这部影片的播出票房不俗 那么 王一博在大荧幕上扎根就有底气了 日后他接资源也就更硬气了 只不过 粉丝们都懂得道理 黑子怎么可能不懂呢 他们希望王一博跌落神坛 希望王一博如同那些艺人一样从此被人人喊打 而当王一博根本没有黑料的时候 造谣就是最简单的方式了 随意造谣王一博的生活与感情会被告 在这之前他们已经实验过了 恐怕黑子也没想到王一博会如此刚 直接报警处理 这是真正侵犯名誉权的事情 他们不能做了 那该怎么办呢 那就造谣一些可有可无的呀 比如 CCTV4里已经没有王一博中秋晚会的 博文了CCTV电视剧发布的 有关王一博的相关也没了 虽然什么都没说 可就是直接告诉路人们 王一博可能要出事了 重点是路人们会直接相信黑子们的图 不会亲自去寻找 于是 这怀疑的种子就此中下 他们看王一博 也就带着怀疑了 然而事实上 这是无稽之谈 不论是CCTV4还是CCTV电视剧 有关王一博的博文都在 有心去搜的网友都能看见 可黑子们赌的就是有人不会去搜索 在他们心中埋下种子 只能说 王一博的长空之王是让某些人害怕了 才会想出这些损招来黑王一博 毕竟在大家心中 一个艺人出事 央视肯定最先表态 如果王一博真的有情况 央视删除是正常的 这个假消息放的也是够有水平了 期望王一博长空之王 以及后面上映的作品都能票房大卖 越是要被黑子们扯后腿 就越要证明给大家看 证明黑子们的担心是对的 王一博的代应作品就是会让他越来越火 王一博